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有没有价格是负数的股票呢? 相信大多数朋友肯定会说 不可能有这样的股票嘛 对不对? 如果有的话给我来一个亿 而我想告诉各位朋友的是 在咱们A股市场中 能把股价做成负数的人 却大有人在 大家好 我是财经独行夏 老朋友记得点个赞 新朋友请点击关注 以便看我之前的视频内容 非常的感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盘的走势 那么近期的行情 也是窄幅震荡了两周的时间 期间各种板块轮动 热点交替 看上去挺热闹的 不过大盘就是涨不上去 而我身边呢 也有不少朋友 在最近也是出现了亏损 真的是各种难受啊 据我一位证券公司的朋友说 他的一个客户 近期不仅没有出现亏损 还把之前10月份那波下跌的20%给赚了回来 另外加上本周的运气不错 及时上车了中子头的股票 到今天为止还赚了15% 那位逆势盈利的朋友 具体用的方法就是日内分时T加零 这个方法可以说是短线选手必须掌握的一门技术 今天呢 我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真心非常的实用 如果说您的股票曾经或者说正在背套 一定要看完这个视频 视频里面会有实际的案例解析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一个问题 炒股最大的成本是什么 或者说股票背套就一定要拿着吗 还是说一定要割肉走人呢 或许在这里每个人的答案不一样 我只想跟大家算一算账 首先呢 时间它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成本 很多人以为放着不管 自然就会涨回来 反正也不会亏什么 浮动亏损那不叫亏 其实这种想法 我个人认为有一点问题 虽然说我们可以等 但是炒股最大的成本 不一定是资金成本 而是时间成本 还有很多机会成本在里面 所以说不是放着不管 就万事大吉了 每时每刻都在付出时间的成本 可能还会错过更好的机会 同时呢 在未来注册制之下 不能够像以前那样 以为只要耐得住性子 股价就一定能涨回来 如果说这个公司基本面发生了恶化 那么非常大的概率是涨不回来了 甚至还有可能出现退市的情况 另外一点 割肉是认输离场 其实我认为这个方法并没有错 做好止损肯定是对的 但是要注意前提是没有补救的措施了 没有办法了 去割肉才会有意义 否则它就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而我们也应该知道 股票它不会一直都涨 也不会一直都跌 而是每一天都会震荡起伏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 针对被套的一些个股 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分时图 做T加0来进行补救 降低成本 甚至是赚取利润 众所周知啊 咱们这个A股 它是一个T加1的交易模式 但是呢 有一些朋友应该都知道 其实A股也是可以实现 日内T加0的 那么如何实现这个日内T加0呢 比方说 我手上现在有一万股的某只股票 那么我在当天的盘中 在分时低位买进5000股 在相对的高位 然后再卖出5000股 那么我手上原来的一万股 对吧 数量没有变 这就实现了日内的T加0 简称做T 那我们做T的目的呢 主要就是为了降低池塘的成本 它的股票解套中 有非常有效的办法 而且你如果做得好的话 你的收益是非常可观的 甚至都可以把你的成本做到复数 也就是我在视频开头前面跟大家说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把股票的价格做成复数 实际上就是依靠T加0来实现的 那么做T加0的方式呢 主要有两种 第一类就是正向做T 也就是先买后卖 等待上涨获利之后卖出 另外一种第二类反向做T 也就是先卖后买 等待行情出现下跌的时候 买入回来 完成咱们的操作就可以了 就像刚才跟大家举到的这个例子 对吧 之前咱们是一万股 先卖5000股 然后再买回来 对吧 像这种方式就是典型的反向做T 所以大家要根据行情的不同 来选择合适的做T方法 这就非常的关键了 如果你做反了 那么很遗憾 你的成本不仅不会降低 反而加大了你的亏损 所以这对大家的操作 包括看盘的水平 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好了 我们来通过案例 跟大家实际解析一下 首先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个股开盘之后 对吧 直接出现了一波小的震荡 整体波动不是太大 上下翻飞 当它的量能出现明显放大的时候 这个行情直线的拉伸 非常的猛 对吧 那么在这里 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白色的线 为分时的一个股价线 而这里面黄色的 为咱们的一个均价线 这一点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熟悉的 也叫不做过多的赘述 那么关注一下整体这个上下波动的一个空间 到底说多少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整体出来的 它的整个波幅应该说从负3%左右到最高点6%左右 对吧 也就是上下的一个震幅将近有10% 那么如果咱们可以抓住机会来做T的话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利润也是非常的可观的 不亚于咱们做了一个短线的个股 赚取3%到7%的利润 对吧 那么在这里呢 需要关注的就是开盘之后 它的一个整体的走势 具体是什么样子的 包括成交量的变化 这两点是做T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 另外对于均价限 大家也一定要搞清楚它的一个含义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根据这个均价限来做买入或者卖出的这个操作的 这一个线一定要引起大家的特别重视 好了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案例 像这个案例就是非常典型的反向做T的案例 可以看到 早上开盘的时候 这个个股就比较弱势 对吧 直接出现了一个低开 低开之后 行情一路往下 持续下跌 对吧 而当这个下跌到一定幅度出现反弹 到了这个均价限的时候 如果是反向做T的话 那么在靠近这个均价限的时候 咱们就一定要选择卖出的操作 还是拿刚才的例子 在这里之前咱们手上有一万股 对吧 当它下跌反弹到均价限的时候 咱们在这里卖出5000股 没有问题 对不对 而当这个行情后续继续下跌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此时它已经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低点 对吧 这个低点之后出现了小的反弹 反弹之后二次探底 那么在这个时候 就是咱们买回来的一个机会 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 咱们可以选择继续买入5000股 也就是让咱们的量继续保持在1万股 对吧 那么后续咱们就等待一下它的行情的变化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行情慢慢又回来了 但是当它回到这个黄色的均价线附近的时候 再次遇到了一个阻力或说比较大的一个抛压 对吧 那么在这个时候 咱们可以选择的是什么呢 第一种我个人的看法继续卖出5000股 对吧 这样就可以非常有效的降低到你的成本 另外我们还可以等这个个股在收盘之前 关注一下它的一些变化 如果此时这个行情继续下跌的话 只要不跌破咱们日内做梯的这个低点 那就没有太多关系 如果是跌破的话 那我个人的建议 在这个时候可能还需要继续卖出5000股 当然了 这也意味着咱们的坐梯 基本上就是一个失败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里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碰上板向坐梯 或者说正向坐梯的这种机会 一般来说日内有那么一到两次的机会 大家需要特别的关注 还有一种就像这个图形 给大家看到的 是典型的围绕这个均价线上下来回的 波动 像这种行情一般来说就出现在股价小幅波动震荡的行中间 这种走势相对来说他坐梯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也就是说当他下跌 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跌到这个位置 那么此时可能还不是好的一个进场点 为什么呢 因为前提在这里 对吧 咱们如果要买的话 一般是等双底出来 那么这个位置可能还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对吧 那么如果等他拉起来的话 那咱们可能就错过一波机会 对不对 或者说当他再次回到这一线的时候 那么相对应的他上涨的幅度又只有很小一部分了 那么此时坐梯的话 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所以说在坐梯这方面 对于实际的把握和选择 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 那么在这里呢 我也是请各位朋友 首先是多看 少动 当你熟悉这个操作的节奏和模式之后 才可以小规模的去练手 等你练到一定的程度时候 就可以慢慢加大自己的这个仓位 来进行T加0的操作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而且我这里还要说明一点 这个视频你看一遍 可能还不太理解 我建议您多看几遍 我相信您对于T加0这个操作的模式 会慢慢的加深 后续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的话 也请大家多多给我私信来提问 我会在第一时间回复大家的各种疑问 好了 今天的内容基本就介绍到这里 最后跟大家做一个小节 就是说在做T的时候需要注意点 就是一定要留一些底仓 不能够把我们的底仓全部清光 那样的话 咱们的这个成本就完全改变了 对吧 另外有三点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就是说在均价上方 也就是在黄色均线的上方 达到一定高度 股价远离这个均价线 也就是我们的黄色均线的时候 是卖出的机会 而当到均价线下方的时候 远离黄色均线 急跌就是它的一个买点 反弹到均线附近 就是它的一个非常好的卖点 这个是刚才跟大家做的案例的一个解析 对吧 第三个就是回归均线附近 来回的拉扯 咱们选择是高抛低息 或者是碰上这样的行情 最好就是不动 咱们再看一看 都没有关系 因为做T加零 不是说每天都要做的 只是说当有机会的时候 咱们才选择去做 没有机会 那我个人的建议 还是多看少动为宜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暂时分享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明天再见